1941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 当时上海陕西北路裴府里弄谈口 有个年轻的妻子 把刚刚做好的饭菜端上了桌 她抬头看了一下表 丈夫应该已经下班了 按照平时的习惯 她又气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因为丈夫平日里最喜欢喝的就是咖啡 每天回到家里都要先喝一杯一杯咖啡 再坐下来吃晚饭 妻子将气好的咖啡就放在了桌前 停下了她忙碌的身影 可就在今天 丈夫并没有按时到家 桌上的饭菜也是热了凉 凉了热 都到深夜 桌上的那杯咖啡也早已经失去了热 丈夫还是痴痴了 平日里 丈夫应该早已经下班回家吃饭 就算是回不来 她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妻子 可今天 去阴信全无 妻子的内心隐隐的 有些不安 突然 家庭的电话铃响起 妻子赶忙接起电话 她盼望着丈夫的消息 可是 电话的内途却是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聊聊几句 句句都戳在这位年轻妻子的心中 原来 这是绑匪打来的电话 他们告诉这位妻子 她的丈夫已经被他们绑架了 想要丈夫活命 就得拿二百根金条来赎人 要是拿不出这么多钱 就拿家中的东西来抵 这时这位妻子的面色有些僵硬 她坐在电话旁 沉默不离 眼睛里的泪水 不受控制的流了散 二百根金条 在当时对于普通人家来说 那是个天文数据 那么在这家中 究竟有什么宝物 可以抵得过二百根金条的价值 这位被绑架的人 又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 正是这家的丈夫 也就是被绑架的那个人 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收藏鉴赏家 张伯鞠 张伯鞠出生于富贵世家 他的父亲就是清朝最后一任 直立总督张振芳 他家更是民国史 盐业银行的开创者 在当时的上海滩 人们把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祖兄 普通 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奉起军阀 把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列为民国四公子 而在家中急切地盼望丈夫归来的妻子 就是我们后人所熟知的张伯鞠的妻子 潘素 1941年6月初的这天 张伯鞠在其著作中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是有一位朋友从北京到上海 明天坐船抵达外滩码头 要他去迎进 第二天一大早 接张伯鞠的小轿车准时停在了他家门口 随之车刚一驶出巷子口 突然从旁边冲出了三个人 拦在了车子面前 其中一个劫匪将司机落下的车 坐进了驾驶座中 其余两人在后排 一左一右 将张伯鞠挟持在中间 随后 车子急驰而去 潘素得知丈夫被绑架的消息 已经是当天的深夜 绑匪告诉潘素 没钱可以 拿你家的字画来赎人好 否则就等着为丈夫收尸吧 潘素心里领难 这批绑匪的目的不在以前 而是看上了家中的收藏了 丈夫张伯鞠从三十岁便开始了收藏事业 他不惜变卖家产购买收藏 潘素在嫁给张伯鞠之后 有一次啊 丈夫又看上了一件真品的字画 但是家中存款已经所剩无几 丈夫回家就跟他商量 潘素不肯 心中想 你难道为了收藏 都可以不吃不喝了吗 于是张伯鞠便躺在地上 不肯进屋 弄得潘素是哭笑不得 最终潘素决定 拿出自己的几件 金器首饰便卖了 为丈夫凑够了 买藏品的钱 就这样 张伯鞠与潘素的家中 收藏品越来越多 此时 二人在上海的家中 虽说室内的装潢 还有家具并不说法 可他们的藏品 却已经有好几大木匠了 都在角落里 静静地看着 说到这儿 我们不禁有个疑问 在此之前 张伯鞠就有很多的真品收藏了 为什么偏偏在此时 绑匪 把目光瞄准了它呢 我们先来看看 箱中的一件藏品 这件藏品名叫平复帖 是中国西晋文学家 陆基手术真集 我手中的这份是影印件 而它的原件 现在保存于故宫博物院 这件平复帖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 纸本书法 距今已经有1700年了 这要比王羲之的手记 还早七八十年 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天 当年平复帖 一直收藏在清宫内府 后来流落到末代皇帝溥仪的 堂兄公亲王的孙子 普如手中 清朝覆灭后 公王府的日子入不敷出 后进平普如交出卖画 养活一家二三十口 家境迅速中落 期间普如的母亲病重 无欠一致 无奈之下普如便想着 要出售平复帖 张伯鞠对于平复帖的去向 是十分在心 他时刻关注着普如的举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日军不光侵略我国领土 更是窥视着我国的国宝 在此之前 便有国宝流落到日本人手中的消息 此时的张伯鞠心急如焚 潘苏读出丈夫的心思 二话没说 便立刻收拾行囊 陪张伯鞠从上海赶往北京 这不仅是出于对文人自画的热爱 更是怕国宝流落他国 在到达北京后 张伯鞠将收购平复帖的计划 告诉给了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之职的 傅曾香 当时得知消息的傅曾香也非常的焦急 他对张伯鞠说 你去不行 我跟他有一面之交 对他小以大意 兴许事情还好办些 听了这话 张伯鞠连的道歉 价钱上 不要跟他太争执 一切败脱 败脱 傅曾香回来后 伸出了四个职头 然后告诉张伯鞠说 他肯卖给你 但是 咬这个数 张伯鞠咬咬牙说 行 四十万就四十万 我就是把房子都卖了 也得卖下来 傅曾香笑着说 那么严重 四万 这让张伯鞠又惊又喜 于是他立刻回家 拿钱 买下了这件国宝 而这四万元 对于当时的张伯鞠和潘素来说 那是他们全部的存款 因为之前张伯鞠也一直在进行文物字化的收集 家中存款已经所剩无几 但潘素没有多数 便将家中所有的钱都交到了账户上 这才将平复鞠购得 避免了国宝的流失 张伯鞠 潘素夫妇 花重金购买平复鞠这一消息 不进而走 人们为张伯鞠 潘素夫妇 保护国宝的行为 拍手称赞的同时 也引来了不轨之人的目光 就在张伯鞠买下这件平复鞠不久 绑架案变发生 潘素此时是万般交集无奈 家中仅有的存款 刚刚买了平复鞠 哪里还拿得出钱去赎丈夫 夜幕降临 恐怖的阴影 招在潘素的心头 他在家中 一会儿合宜躺下 一会儿又起身 在屋中躲步 许多恐怖的景象 魂帆映入老海 他再也坐不住 潘素先是将家中的 值钱戏软 首饰变卖 又求亲拓友打听消息 就在潘素为救丈夫来回奔波之时 一天傍晚 家中突然闯进两个不速之客 言称是为了他丈夫的事 让他马上跟着走一趟 潘素一听 有如千斤的重石 压在心头 他感到似乎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 此时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没有来得及跟家里的人打声招呼 更没有找人陪附 他只身一人 急忙跟着来人 出去 他们出门 上了一辆小汽车 绑匪用黑布 蒙住了潘素的双眼 车飞样地 驶出了繁华喧闹的驶去 潘素的心理 已经做好了一切 就是刀山火海 也要闯 为了丈夫 即便是死也死而无害 汽车在一僻静之处停了下来 那两个人下了车 随后也让潘素下来 潘素理了理头发 整理了一下衣服 便从车中 绷了下来 他随二人 走入一栋陌生的大楼 在这里 他见到了一个 有些陌生 但又熟悉的面目 出现在潘素面前的 不是别人 正是 他朝思暮想的丈夫 张波菊 此时的丈夫 面容憔悴 形容哭口 嘴唇干裂 眼神泥泥 潘素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的悲伤 眼泪止不住地 从眼眶里掉下来 既无赎金 又无国宝 绑匪为何会突然将 潘素带来见张波 原来 在张波菊被绑架后 绑匪要张波菊 打电话给潘素 要他拿国宝来换人 而此时 得知绑匪目的的张波菊 宁死不愿交出国宝 为不让他们得逞 又担心绑匪会为难妻子 于是连日绝世 没过几天 就昏迷不醒 此时的绑匪看到态度如此坚决的张波菊 怕是敲诈不成 只得通知潘素来见他一面 但是 此次见面 绑匪没让二人接触 只让潘素远远地在房门外见了张波菊一面 便草草地将潘素带回 回到家中的潘素 人虽然平安无事 可他的心情更为沉重 丈夫虚弱的样子 在他的内心不能抹去 这个时候身边的朋友都劝潘素 赶紧拿着国宝熟人 不然太危险了 潘素何尝不想尽早救出丈夫 拿画熟人 这个念头 不知道在他脑子里赏了多少 潘素多次走到箱子前 准备拿出字画去熟人 但他脑海中想到的 却是他陪伴着丈夫 多少深夜 打开木箱 将这些藏品拿出来 一一地见上 一看就是一夜 这些可是凝结着丈夫的全部心血 想起这些 潘素不禁泪如泉油 丈夫是这些文物 比生命还真 如果真的是拿藏品去熟人 丈夫一定宁肯死 也不会同意 他呢 一位弱小的女子 一手托着丈夫的性命 一手托着国宝 哪只手都不敢轻易地放下 但是很快 潘素收起了眼泪 他清醒了意识到 丈夫已危在旦夕 他要想办法 救丈夫出来 潘素直身奔走在上海的街头巷尾 先是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 自己的首饰和所有嫁妆 都一起拿出来变爱 但是得到的钱 却是奔水遮禁 他又向亲朋库友告代囚禁 才仅仅凑到了四十多万大洋的钱款 在此期间 邦飞多次打来电话 威胁潘素 要他交出国宝 全被潘素断然拒绝 为了不让邦飞起杀性 潘素已正在筹击赎金 一直与邦飞周旋 就这样 张伯菊夫妇与邦飞僵持了 整整八个 邦飞看到张伯菊夫妇 态度坚决 感到敲诈国宝无望 但是又不甘心空手而回 才又通知潘素 最少要拿出四十万大洋的赎金 才能将丈夫赎回 潘素这才再一次 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张伯菊 回到家后 再次相见的夫妇二人 相识无言 紧紧抱在了一起 随后 潘素又进了厨房 为张伯菊 端出了一杯 他最爱喝的咖啡 放到了丈夫面前 此时的潘素 如释重负 长达八个月的紧张神经 终于在这一刻 放松了下 也一下就晕倒在了 丈夫的环境 醒来后 潘素告诉张伯 在这期间 自己已经将 平复店 以及其他的收藏 一件一件地 缝在了被褥和棉衣里 晕到了西安的朋友家中 妥善藏好 经此劫难 张伯菊夫妇决心 离开上海 转居西安 张伯菊 能在乱世之中 守住这么多 珍贵的国宝 这与妻子潘素的支持 和帮助 密不可 而潘素 本可以过 阔太太的生活 却一次次地 任凭张伯菊 变卖家产 购买收藏 陪她一起 过普通人的生活 甚至在危难关头 不惜卖掉 自己心爱的首饰和陪嫁 也不愿意交出 仗义收藏 这种成全 在过去或现在的夫妻中 都弥足珍贵 那么潘素为何会 如此成全 张伯菊的收藏事业 两个人 究竟有着怎样 不同寻常的感情 这一切 还要从 两个人的相识 开始说起 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 关于张伯菊和潘素的相识 流传着很多个版本 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就是 在一九三五年前后 张伯菊 那时候已经是 严业银行的高管了 他会经常奔走于 上海北京和天津之间 出于硬程 他经常要出入一些 风月场所 以此张伯菊 来到上海 偶然看到了一位 正在弹琵琶的女子 从小便对诗词歌赋 颇有兴趣的张伯菊 一下便被这罪人的琴韵 所吸引 而这位弹奏琵琶的女子 正是潘素 当时 她正在弹奏 弥常曲 娇嫩白皙的瓜子脸上 不时的 泛起红月 婉转的低容 说不尽的 清雅脱俗 张伯菊向身边的人打敌 何知 大家都管的叫潘飞 张伯菊对潘素 一见钟情 他提笔 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潘步掌中青 石不相沉 声罗望 飞弹赛上曲 千秋虎语 入皮吧 片语解风韵 缭了两行字 把潘素的神态容貌 与特长描摹得淋漓尽致 而且 这首诗还把 潘飞这两个字 欠了进去 他把潘素 比作汉朝的王昭军出赛 此时的潘素 也对这位翩翩公子 一见轻信 这对才子家人 很快坠入爱河 可不久之后 潘素却被人 软禁了起来 其实当时 被潘素所吸引的人 有其职张伯菊一人 当时在上海 一位国民党中将 也看上了潘素 并且多次来找潘素 谈婚论嫁 潘素并没有答应 谁知半路杀出了个 张伯菊 让这位国民党中将 大为光火 立刻命令手下 将潘素劫持 软禁在上海汉口路的 一品香酒店 潘素无奈 每天以泪洗面 而张伯菊此时 心慌意乱 对手是个国民党中将 硬来怕惹出大乱子 他多方找人帮助 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 张伯菊买通了这位中将的手下 他趁着天黑 驱车到了一品乡 买通了看守的卫兵 急急冲进去 潘素此时哭得两眼淘子似的 两人不常说话 赶快上了车 之后 二人辗转回到天津 多了一段时间 这事儿才算过去 这是方间流传最广的 张伯菊与潘素二人 相识的故事 虽然极具传奇色彩 但毕竟这只是方间传闻 那么两个人究竟是 如何相识的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后海南沿 大凤翔胡同旁的 张伯菊潘素故居纪念馆 这是二人晚年 在北京生活的老宅 在这里 我们找到了二人的外孙 楼开赵先生 他为我们讲述了那段往事 来 请进 这个房间现在呢 就是基本上存放一些 原先我外公外婆的一些作品 对 你说起这个网上啊 现在这个包括媒体啊 这个传播的一些东西都不对 所以我就给你先看两张照片 来我来给你那个讲一下 那个 你看这个呢 就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 这个呢是 三几年时候的照片 年轻那个时候 包括包括这一张照片 他谈琵琶的 这当时呢是在书场 就是这个网上在讲那个 他的后母啊 把他卖到这个清楼 其实呢 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就是 当然呢 随着他年龄的增大 对吧 那他作为家庭来讲呢 让他去出去这个有一个工作一样 可以家用 而且这个 而且本身我外公跟这个我外婆的相识 就是他们也是在上海 在上海 他是也是有 也是有人通过有人介绍 而不是像网上所传 当时的是一个 是我外公家的一个治教 也就是跟我 那个太太老人 太老人 就是张正芳 那他们那一辈认识的 所以就是同时呢 这个这个孙 这个孙旅安啊 他这个也是一个名票 是名票 所以也是喜爱金句 是个名票 我外公呢 也是也是喜爱金句 鱼派嘛 他喜欢金句 所以通过孙旅安的介绍 然后是我外婆跟外公认识 虽说两个人的相识 并不像方间流传的那般传奇 但两个人相互欣赏 却是实实在在的 两个人情深欲切 志趣相同 虽然他们相差17岁 但这也并没有成为 两个人的隔阂 于是在1935年 在潘宿的老家 苏州 张伯鞠与潘宿 举办了隆重的婚床 这一年 张伯鞠37岁 潘宿 只有20岁 婚后 二人醉心于文物 绘画 诗文 戏曲 夫唱夫随 琴棋相和 潘宿喜欢作画 张伯鞠不计划 重金托朋友 为潘宿请来绘画老师 之后 潘宿作画 张伯鞠提词 张伯鞠成全着 潘宿绘画的事业 潘宿一直支持着 丈夫的收藏事业 可让潘宿没想到的是 几年之后 张伯鞠 为了买一幅画 差点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后 张伯鞠与妻子潘宿 回到当时的北平 由于战后 故宫博物院 需要大批的 具有文物鉴赏能力的人 来恢复其运转 张伯鞠便被邀请来到了 故宫工作 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 北平美术峰会理事长 与此同时 溥仪仓皇出逃 长春的围满皇宫 被袭捷一空 有不少书画珍宝 流落于东北民间 1946年初 故宫散失的书画作品 在东北出现 这引起了国内 很多大收藏家的关注 不久之后 这些书画珍宝 又陆续地现身北平 其中就包括 游春图 这一西式珍宝 目前游春图的原件 被保存于故宫博物院 我手中拿的是一份盈印件 那么这份游春图 为什么会被人称为 西式珍宝 它的价值 何在 我们在之前采访到 现任职于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的 祝勇老师 说起游春图 还为我们讲述了 一段趣事 在一次 故宫珍品的展览会上 游春图和清明上河图 一起被展览 大家都知道 清明上河图的价值 排在这幅图前参观的人 络绎不绝 但是 游春图 却很少有人去观赏 直到 展会的讲解员 讲了游春图的价值 一下子 所有参观者 都涌到了 游春图前 去观赏 蒋介员说的内容是 游春图是随代著名画家 展子前的唯一 存世作品 是中国流传至今 最早的一幅 绘画作品 而且 这幅作品 代表了一个朝代的艺术成就 如果不是有游春图的存世 随朝的艺术 就会是 短代的 游春图描绘了早春二月的 湖光山色 和文人侍女踏青 泛舟交游的情窍 这幅画深深受到中国 历代皇帝的偏评 我们可以看到 卷前有宋徽宗的 寿金体提签的 展子前 游春图 就在这边 六个大幅 画幅中还有乾隆皇帝提写的 七绝两首 南宋时全臣贾思道 曾收藏此图 在画上印上了 月笙葫芦印 元朝著名书法家冯子镇 世人赵岩 众臣张规 都对这幅图进行了提拔 而就在当时 这份郭宝级的游春图 已几经辗转 被当时北平琉璃厂 一家古玩店老板 从长春的一家古玩店 买了下来 对于故宫珍宝 面临散落损毁的危惧 张伯鞠夫妇听说后 是一边痛心 一边关注 而接下来 张伯鞠夫妇收到的消息 让他们更为沉重 1946年年初的一天 张伯鞠潘宿夫妇二人 在家刚刚吃完早点 正在论字说话当中 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打开门一看 来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 中年男子 这位男子 悄悄地告诉张伯鞠夫妇 一个消息 说游春图已经有人买下来了 并且开价八百两黄金 准备通过护商 再卖给外国 张伯鞠夫妇听了来人的话后 便焦急地商量起来 叛肃给张伯鞠的提议是 应该让故宫博物院收购 夫妻二人的心不谋而合 张伯鞠不敢耽搁天下 急忙找到了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建议院方收购此举 归国家所谓 如果院方经费不足 自己院待周重 但是刚刚经历过战乱的故宫博物院 也没有这一个经验 这让张伯鞠夫妇 对这幅国宝画作的去向极为担忧 无奈之下 安肃陪着丈夫张伯鞠 找到了这位古董商 恳请他能把画卖给他 张伯鞠夫妇在收藏界 素来是口碑甚好 大家都很钦佩 现在又是出于爱国之心 这也让卖相随之感动 于是降价到了 二百二十两黄金 虽然价格降到了二百二十两黄金 但是这个价格 还是让张伯鞠夫妇 倒洗了一口凉气 要知道 在当时的北平 买一座小宅院 需要五两黄金 二百二十两黄金 绝非一个小数 这一夜 夫妇二人久久不能入眠 张伯鞠平日里是不抽烟 但是今天晚上 家中却是烟雾缭绕 此时的潘素也是心事重处 坐在一旁 沉默不勇 不一会儿 潘素起身 他打开了那个 自己从不亲爱的那个箱子 拿出一包包的衣服之后 从箱子的底层 取出来一个包包 再一层层打开 里面露出屡屡金 潘素用手抚摸着心爱的手势 看着有一层一层的包包 递给张伯鞠说 差人去把他卖了 张伯鞠非常明白七十七 但他却摇了摇头 而伸出 这些东西换来的钱 远远不能够得油虫 为了能够尽快得到油虫毒 免得节外生枝 思来想去 最后张伯鞠与潘素商量决定 忍痛将自己位于公贤胡同 占地十五亩的房院 出手 这可是一处豪宅啊 原为大秦太监 李连英的私底 这也是他们夫妇二人 最有价值的家产 张伯鞠购得油春图后 很快就把自己 与潘素的新住所更名为 展春园 自号春油主人 沉浸在能够得油春图 这一股之珍宝的喜悦之中 1953年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常年经历战乱年代的 张伯鞠与潘素 终于享受到了 和平年代的名气 他们移居到了后海 在美丽的时差海边 夕阳的屡屡于晖 穿过柳叶之星 洒落在平静的湖面上 而湖边 总会有一对 情意缠绵的夫妇的身体 他们俩 手挽着手 肩并着肩 漫步在时差海边 漫无边际的聊啊 谈啊 似乎总是有着 说不完的话 此时潘素 总会问张伯鞠一个问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最近有人告密 说你最喜欢的不是我 而张伯鞠总是会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最喜欢的是艺术 这时妻子总会在追问 难道第一喜欢的不应该是我吗 而张伯鞠总会憨憨地回答道 我说不定顺序 都第一吧 说完 夫妻二人相视一笑 时差海旁也总是回荡着 夫妇二人 谈话声和爽朗的笑声 谈话之间 天色已晚 二人回到家中 张伯鞠取出了平腐贴等 十数件真品 夫人高兴地笑了 二人会心一笑 心有灵犀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 夫妇俩总要一件一件地取出来 一来是通风亮画 二来是观赏沿袭 而只要一取出墨报 夫妇俩就昼夜不离手地看 画 写呀 生活的甜酒滋润着 这一对夫妇的心田 他们酷爱艺术 在艺术的海洋里遨游 张伯鞠把这些收藏 视作比生命还重要 他与妻子攀苏的爱情 也被人们传为佳话 而就在1956年7月的一天 张伯鞠与潘苏夫妇 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原来在1956年7月的一天 故宫博物院收到了 张伯鞠与潘苏夫妇 送来的一份大礼 这其中包括陆基的平腐贴 督睦睦的张浩浩诗 范中烟的道福寨 以及黄庭坚草书等八幅国宝级的书画作品 这消息一出 立刻在中国收藏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新中国文化部还特意为此举行了捐赠仪式 并且奖励捐赠人20万元人民币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张伯鞠和其妻子潘苏却婉拒了奖励 张伯鞠在之后说道 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 跟过眼云烟一样 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 我可以捐出来 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其实早在1952年 张伯鞠夫妇便将之前我们所提到的 几乎让他们家倾家荡产的油春土捐献给了国家 为什么这次又将这些曾经张伯鞠舍命保存下来的收藏 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1954年到1958年间 百费代行的新中国开始发行第一批国债 许多人都通过买国债来支援祖国的建设 这一时期张伯鞠参加了一次文化部的会议 在会上众人便开始捐款 由于多年的国宝收藏 此时的张伯鞠囊中羞涩 只让他心里很不识滋味 开王辉回到家 张伯鞠显得心事重重 他坐在家中沉默不语 妻子攀俗看到丈夫愁眉不展 便上前询问 了解了丈夫的心事后 攀俗内心也是久久不能平静 这一夜夫妇二人无心睡眠 眼下除了尚在居住的一座宅院以外 其他凡是能买的都卖了 此时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 落在了家中的那几个木箱上 但谁都不肯启齿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二人的内心却不能平静 屋里安静极了 只有瓜中滴答滴答地显得不停 此时夫妇二人决定不再犹豫 他们打开了木箱 将其中的藏品一件件地拿出来 灌上抚摸 再把这些藏品一一收好 将这些曾经舍命保护下来的国宝 全部拿出来捐献给国家 张伯居夫妇不仅将自己多年的珍藏 全部都捐献给了国家 张伯居还鼓励潘宿以画画的形式来支援国家 曾经在抗美援朝期间 潘宿三次参加义脉作画 在张伯居潘宿故居纪念馆 张伯居与潘宿的外孙楼开赵先生 为我们讲述了 他的外婆曾经为抗美援朝意脉作画的往事 这个是当年抗美援朝 1951年 51年刚刚解放 刚刚解放 大家都是比较对于国家能够有一个支持 应该是不管是民间 还是老百姓 还是国家当时响应党 响应毛主席的抗美援朝 所以他们跟现在一样有力的出力 有钱的出钱 对吧 像他们尤其是艺术家 外婆她是联合了女艺术家 她是有特点的 就是当时有像这个那个何祥宁呀 还有那个老舍的夫人胡杰青呀 哎就是都是老一辈的 老一辈他们那个年月的这个女艺术家 你那个时候已经像我外公外婆 呃 不是说解放以后 解放前 他就是因为收藏这个国宝 已经倾家荡产了 都身无分文 说白了 这也就是因为解放了 那 等于是生活可能是稍微有些好转 但是你说要是说是支援国家 你说我再像以前一样 去去拿一些现款呀 当时的状态价是没有的 那这个像艺术家呢 他的表现形式呢 他就是可以用这个自己的特长发挥 哎 而且他们是代表艺术界 代表艺术界的一个 你看 共襄一举 你看 共襄一举 张伯居与潘素 可以称得上是人们羡慕的神仙眷侣 他们相互吸引 相互支持 他们是生活上的伴侣 精神上的知音 到了晚年 虽说两位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是 他们二人之间的那种爱情 依旧保持新鲜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画作 这是一九八二年 画家黄勇玉偶遇张伯居之后 画下来的作品 题为 大家张伯居先生印象 并且在画中 附有一篇 技术 其中 有这样的一段画 概括起来 他的大意识 看见张伯居先生 独自一人来到餐厅 购买了一份剪餐 他独自喝完了红菜汤 然后将四片面包 抹上果酱 黄油 用口袋里的小手筋包好 估计 是带回家 给老伴潘素吃的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张伯居与潘素之间 那份小甜味 就算是自己 独自外出去吃饭 张伯居心中惦念 永远是在家中 自己的另一半 盘素 其实 二人的爱情 又何止这些 别人眼中 所看到的 1975年 两人在一起 四十多年后 快八十岁的张伯居 小别潘素 到西安女儿家短剧 虽然是短暂分别 二人却深情款款 就在分别的日子里 张伯居给妻子潘素 写了首 《雀桥仙》 送给了他 不求朱桥 长安九卓 何见神仙同度 百年夫妇 百年恩 纵沧海 十田难守 白头共勇 戴眉重化 柳暗花名有路 两情一命 永相连 从未解 秦朝楚目 一生成全 换来一生斗德 与真心 没错 一生的成全 换来了一生的懂得与珍惜 潘素 潘素 用他的所有 和一生 成全了张伯居的收藏事业 而张伯居对于潘素 也是 中情一生 晚年 两个人在这座 锦林石刹海的小院里 相守终老 从未分离 1982年 2月26日 张伯居去世 十年后 潘素 追随丈夫而去 二人无偿捐献国宝的行为 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 也像他们捐出的国宝一样 被世人瞻仰 长久流传